因为我接手这个球队的时间很短 我们这些球员都是在联赛之后 大家凑在一起 所以我们在一起 和练的时间是非常非常少的 但是我还是希望 透过这次东亚杯 能给所有的球迷 能展现出一支 斗志昂扬的球队 不管面对什么样的对手 他们都能在球场上能够 全力以赴的应征对待每一个球 而且一直拼搏到最后一分钟 从接手这个球队开始 我一直传递一个信息给我们的球员 不管面对多么强大的球队 我们只有一个目标 就是要全力争胜 所以永远不要放弃 对胜利的这种追求跟渴望 我们头两场是面对了 非常强大的日本跟韩国 包括第三场比赛 我们马上要面对中国香港 所以我们希望在最后一场比赛当中 能够在进攻端 能够多一些 多一些作为 我们希望能带来一场胜利回家 可能会有两个画面吧 两个时间 第一个是2001年的10月7号 这是我们中国国家队 中国男子国家队 第一次在我的家乡 谁啊 我们记录了世界杯 记录了2002年韩日世界杯 这个10月7号的那天晚上 这个在沈阳 我们出现的那一瞬间 这是我可能这一辈子最美好的一个时段 然后另外一个呢 就是2002年的8月17号 我在英超赛场上第一次出场 代表着英国的爱不顿俱乐部 这也是完成了我延伸的另外一个梦想 也是这也是中国人第一次出现在英超的赛场 谢谢大家